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Origate Origate 你是韭菜嗎? 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在收割韭菜啊?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投資分析報導的頻道 不招收會員不收費 只想分享經驗跟取暖的頻道 沒有錯 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來加減賺些流量 目前只需要你的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是一個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保證完全是看圖說故事 你沒有聽錯就是看圖說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都是用直播的方式錄製 沒有後製 字幕是用手機軟體去排版的 所以有錯別字的部分請多多見諒 那接下來我會用最實際的數值以及直白的語言來分析這個標的物 看不懂的可以回放 右上角有個齒輪可以設定 我有做一個教學影片 你一次看不懂就看個100次 看個1000次看到你懂為止 影片的下方會有一個示意圖 就是說它在大漲大跌以後 先觀察它橫盤盤整的格局 你就會看得到那個你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跟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反正不懂的你就會用那個示意圖 放在旁邊然後打開你的手機 去對照你的標的物 看那個走法是 你就會很清晰明瞭的知道說 你現在買的這個標的物的價格到底是在底部 是上班區 做空的上班區還是做多的上班區 主要都是講一些格局的觀念建立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台子進權 大格局的分析 一樣喔是點那個奧利家 那個螢幕上面會有那個 之前的那個你們再去看大格局 那我們就直接從60分K開始 開始看齁 記得昨天奧利家有說齁 大漲大跌之後要先走橫盤 橫盤以後你就要看它低點的位置在哪裡 高點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都是很容易形成的一個 這邊就是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下面就是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這些關鍵價格在下面跌破了有沒有再站回來 站回來容易怎樣去穿這個頭 你如果說有聽奧利家建議 昨天建議的單子是說 建議觀察這邊齁 13858左右的價格齁 在這邊有沒有走橫盤 有走齁 奧利家昨天有說 他如果在這邊如果漲回來會來得很快 容易怎樣 容易去撞這個頭齁 那確實有達證了 那假設你在這邊有吃兩口出一口的齁 那你該賺的買菜錢便當錢齁 看盤的錢也都賺夠了 啊留一口留一口 如果是在這邊有兩口 吃一口的一口出這裡 大概這個一是252左右的價格 都出得到齁 這邊出得到這邊出得到 那這邊反彈上來做這邊 破體販的格局就會真穿頭齁 穿頭齁 重點的那個就是說 他可以在252這邊戳 但是就是不要收在252以下 那 那他如果有在攻的話齁 那等幅測距是多少 我們就先看這個盤整格局 假設是高點是265齁 第一點是858 265 858 260點再加140點 大概400點齁 400點的往上衝上去 的等幅測距的話齁 有守在252 阿整個往上噴的話 應該有機會去噴多少 就是252加400 你沒有聽錯 就是14600左右的價格 那我們就再往左邊去看齁 14600有沒有什麼東西 那可能到1530就會形成一個 比較大的那個撞頭的壓力 但是滿足距大概在 14600左右 就是他這一波 有錯空單 沒有停損 然後不小心又被嘎空的話 他容易形成這樣一個等幅測距 去撞這個下緣 或是撞這一波的上緣 都有可能不排除齁 阿那個盤整格局 就是大概400點 那如果往下失守咧 就可能就是測 昨天我們去算了大概13700 或是13400左右的價格齁 阿這些都是有可能會來的 阿所以我們知道他的格局大概怎樣呢 我們就在這個盤整格局 做我們盤整格局 想做的東西齁 阿現在噴上去了呢 噴上去了齁 如果說真的還想吃多單的齁 阿我們就是觀察這個價格 14176齁 明天來這邊齁 有沒有撐 有撐的話 應該就 就還有機會齁 做這一波就是14176 阿咬一壘 142827682 波幅大概100點耶 盤整波的盤整盤的 這單啦 齁 他有拉回來這邊 沒有在疊 你就跟著吃看看齁 就是你當衝手羊 真的想做的 多單還想在追的齁 這邊 因為這邊是整個慣性改變以後 回撤的第一個低點嘛 所以他就很容易在這邊走橫盤 那吃了以後馬上要打掉的單子呢 也是大概在264齁 那波幅可能就大概約90點左右的價格 阿他這樣上去沒有回來 上去沒有回來 阿看起來是還不錯 然後也有收在這個250以上 265啊 或是250齁 阿應該 應該收盤前齁 不要跌破這一條線 或收在這條線下面 但是可以戳來戳去啦 明後天的高點應該是 還值得期待 阿記得齁 下一次上去就是 我們再複習一下齁 上去齁 你如果不算等幅測去 那你就是看看他的前稿是多少齁 第一關 大概是430齁 上去了有沒有再跌回來 做假突破的形態 阿如果有的話 就很容易回撤這裡 大概是063 甚至於回撤這裡 還是這裡 都有可能 阿不然就是 就是在旁邊看戲啊 整個等他到 14025看發生什麼事 還是等他到 1387發生什麼事 你在判斷說 你要不要做單跟吃單的動作 阿噴上去呢 第一關就是 現在250應該是 目前有熟嘛 阿如果有熟 再往上的話 第一關就是430 那第二關呢 第二關就大概 477 14477 左右是低一點的價格 阿第三關 第四關 第五關 第六關 阿順利的話呢 你的一口如果停損沒有來 你就把它丟著齁 阿你是吃在13858左右的啦 阿然後你剛好有出一口 你就一口丟著齁 堵他到什麼 到天花板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不排除 好 那胎子競選 以上的簡單的 的那個分析就到這邊 那我們先看下一檔 台積電 ADR齁 這昨天就有分析過齁 吃多單 建議吃的位置 就是觀察 73 73跟74.8 這邊的價格 因為價格來到這邊 容易收上來 阿 昨天這是大底以後 第一個的高點低點嘛 澳 你如果說 有買美股做夜盤 或是做當沖廠長標的物的就是 這邊吃兩口 這邊出一口 因為這個格局先出來嘛 阿我們不是主力嘛 我們可能沒辦法第一個吃 阿我們如果說要更單的話 就是 他第二次回來這邊的時候 約六在這邊 可能7374這邊齁 阿有戳 確實有戳到74齁 你就過到74的限量 吃兩口 阿一口打在這裡 75 波幅大概是多少 我們算一下 73.79到75.67 75.67 73-4 波幅大概一塊吃兩塊 對啊 大概一塊多接近兩塊 我們74 抓74跟76 好了 對就兩塊左右的波幅 我覺得這邊賺個兩塊嘛 然後 留剩下一半的資金 等他回來齁 你再吃 出去你再丟 回來你再吃出去你再丟 阿跌破了一樣就不一樣齁 阿因為我們算過他那個等幅 車距如果這邊這邊沒有守好的話 我們看一下大格局 他下一個支撐可能會來這裡 因為他現在應該是在做這一段 七七這一段的盤整坡 因為這裡有好幾個兄弟守在這邊 而且守了 大概七八個禮拜齁 阿所以這邊應該也會容易有守 阿如果這邊失守咧 你不停損的話齁 很有可能去撞這裡 下一次就是五八 阿這邊如果有守齁 他上去呢齁就很可能去撞這個下圓 就是這裡有噴出的話 下一個八五齁 八五點三 這是我們可能要觀察更調節的地方 好以上就是台積電ADR齁 簡單的交易策略的分析 就是我們再複習一下齁 攀程格局約兩塊齁 七四吃七六出齁 阿往上漲破的等幅測距就大概七八 阿往下跌破的等幅測距 以當中來講的話 我們就抓兩塊嘛 就大概七一 所以觀察七四七六七八 跟那個七二啦 跟正齁 是大概七二左右的價格 有沒有直跌 有沒有走橫排 那有就跟著吃看看 就容易形成一個W底 或是三重底 或是幾重底 在這邊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阿有機會打到的話就整個往上 阿上面要注意的賣壓區 可能就是七九 再來就是八蛇 再來就是八三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台積電齁 台積電奧利哥有說 首先盡量做 就是大跌以後 先走橫盤的格局 他會有個高 有個低 價格到那裡就容易被打下來 然後或者是價格到那裡 就容易噴上去 有沒有 他在大跌以後 第一個低點 假設我們抓四三四五 四三五跟四三三這個價格 你運氣好 有吃在四三五 因為我們本來就預計在這邊等他了嘛 那你這邊有吃到的 這邊吃兩口了 這邊出一口 出一口 昨天阿里給我說 抓到他的等幅車距 就大概五十九塊 剛好滿足 就是這一波 這一波做空 就是 以及短線跟當中的格局 就是這個盤整去做空的 認輸了嘛 那認輸他就會走一個等幅車距破上去嘛 就 就剛好到五九 那明天就觀察就是 五九上去呢 有沒有 有沒有做假突破的動作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如果有的話 他這裡應該會 會殺的比較快一點 那這是 比較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 就在這裡走橫盤 那你下次要再接的位置 有兩個參考點 一個就是四四六 另外一個就是 直接等他到四三三四三五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整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 四五九 四三三 五九減三三 大概是二十六塊 如果說整個停損單 有再灌上去 四五九 就是加二十三塊左右 就大概四八一 就四八一在哪裡 就剛好到這個位置 順的話啦 因為阿里給昨天有說 他四五九只要站上去 不跌回來 這邊會來得很快 因為他這邊是 這樣很快的下來 那如果做左右對稱圖 往上攻的等步測距的話 也剛好是這一波 這一波那個 這一波整個 軋空的停損單的那個 做空被軋的 或是說 空單回補的 整個停損的單子 就整個會往上灌 灌的話 下一關就是 明天就是觀察 四五九跟四八一 這邊 這邊左右價格 阿但是 可能不會那麼快 因為台積電平均一天的波幅 大概都五塊左右 除非說他用那種緊急表態的 或是那種 跳空開高開低的 才會灌得很快 那我們就抓 這一段 這一段整個有上去的話 四五九要觀察 四八一要觀察 都是值得觀察跟注意的點 那都是做多跟做空 或是下面做多 上面想先獲利了結的 賣壓的關鍵價格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楊明 楊明 阿里格爾昨天有說 吃蛋的位置建議盡量在這裡 然後他是第一個 盤整格局出來嘛 盤整格局出來 八十塊七十五塊 就是五塊的波幅 往上突破的話 等幅車局 就這幾天 這幾根 停損的第一個滿足區 可能就是八十幾 啊五塊 八十五塊 八十五塊我們看有沒有到 沒有到 就是到八十四塊左右 有時候 這種在抓齁就是 他不一定是完全滿足啦 那可能就是八分保的時候 你心裡要個底 下面有吃兩張的 這裡沒有跑齁 這裡 有一張就是要跟著跑看看 如果說有時候我們看盤就是 或是觀察這邊 八三點八嘛 那這邊 這邊 如果 如果不知道怎麼觀察 你就是往左邊去看他 他的相對高 或是他的次高齁 哪裡 比較有壓力 就這樣一直看上去齁 你在出一張會比較有出啦 被洗掉就算了齁 因為你該賺的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的教育計畫 就是說 我在底部吃的單子 在我格局下緣吃的單子 我就是 上緣出一張齁 下緣留一張 堵到天花板齁 有拉回下緣 我再吃 沒有拉回就算了 因為你還有一張 可以堵他到天花板齁 那陽明的 簡單的格局分析齁 就是明天要觀察的重點就是 阿里有說嘛 這上次的盤人去上緣嘛 八十點六齁 上去不能再疊回來 疊回來 可以戳不能收在下面齁 阿所以你看他噴出的時候 我們就觀察他的格局開始不一樣了嘛 本來是壓力現在變成支撐嘛 八十點六 到八四點八齁 波幅大概四塊錢齁 阿這四塊錢 未來應該會在 這四塊錢裡面盤來盤去 去打一個比較大 可能是做足一個比較大的底 或是累積比較大的量能齁 來讓他以後往上嘎 或是往下灌齁 的那個 一些能量 阿所以說明天觀察重點就是 八四點八有沒有假突破 阿一的七九點八齁 可不可以做破底翻齁齁 阿盤成波幅大概四塊錢齁 阿往上的話咧 阿往上的話就是八四點八加四塊齁 就大概八八點八 假設你是在這邊開始建倉的啦 你吃在八十的齁 你就八四點八出一張齁 阿留一張到八八 往上加四塊八八或八九 阿阿有拉回八八十塊再吃齁 這是目前新的格局 我們先看下一檔 那長榮呢我們就是觀察齁 八三齁八三這個點不要跌破 可以戳不要收在八三以下齁 阿他上來新的格局呢 高點就是九十點五齁 第一點就是大概 八五點六齁 阿可以觀察八五這邊齁 如果說幾短線想做當充的 八五吃兩口齁 阿九十出一張 阿留一張堵到哪裡 堵到天花板齁 阿一樣齁 跌破一樣是要做停損的防守 因為他往下回撤的話呢 應該很容易 一失手的話 應該很容易回到八十點五這邊的價格 去做橫盤齁 阿你等這邊再吃 也都還可以齁 阿噴上去了 沒有吃到呢 那就不要理他齁 我們就期待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標的物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檔 聯發科齁 聯發科昨天要你給建議一點 就是在那個五零六齁 這邊建議做吃單的動作 那五零六吃到了齁 六三零劑的調節齁 阿那個最好是下面吃兩口上面出一口齁 阿留一口要爆哪裡齁 我們現在算一下等幅車去盤整波幅抓三十塊來講的話 往上的話 下一關就是五六零齁 六六六零左右的價格齁 阿但是呢我們就先看他這邊齁 的壓力區域可能在哪裡齁 下一次要上去的壓力可能會在六四八齁 阿所以你也可以考慮說 直接掛六四八去賣出齁 或在六四八觀察有沒有假突破的狀態齁 阿但是呢 今明兩天呢 要觀察重點是 六三零可以戳 不能收齁 如果收到六三零以下呢 往下就會很快 很容易來到六零六 或是五九七 以上就是聯發科簡單的建議齁 華邦店齁 華邦店齁 華邦店波幅我記得是大概七角齁 他那個 突破七角的滿足區齁 我們會看一下齁 前面高點是一九點 一九點零零 一九點零二 往上架七角 大概一九點九左右的價格齁 有沒有到有沒有到 喔沒有啊 但是也差不多齁 大概五角六角了 下面有吃兩口的這邊可以出看看齁 阿一樣是觀察這邊齁 這邊 這邊疊上去不可以再 掌上去不可以再疊回來 疊回來 不要收在下面 可以戳 向上戳 收在下面很容易形成什麼 去測前滴齁 或是測這個滴 還是這個滴齁 那佈局的話 建議也是盡量等啦 等他有回來再吃 阿沒有吃到 噴上去 那就算了 我們就做其他的標的物了 那 波幅我們先算這一波的滿足波 假設是七角齁 七角到七角 他下一關應該要觀察 就是大概二十點六齁 我們抓十九點七五下去 算七角的話齁 就是大概二十點五點六那邊的價格 就是在這裡 現在可能在做這一波齁 那這一波有上去的話 就觀察這邊齁 就在二十點六齁 就差不多齁 阿明天就觀察這裡有沒有假突破齁 有沒有壓力 阿有過去的話 他通常不會再收下來 阿有收下來齁 記得腳底抹油 先跑一口 阿假設你是下面有吃兩口了 阿這邊跑一口齁 阿剩下一口 沒有跌破之前你就不要理他 阿賭他到天花板 天花板大概是多少 大概二九三十 阿當然層層關卡 他接下來還有這一關要面對 二一齁 阿還有二二要面對 阿這過去的話 我們看左邊齁 這邊下來的幅度 假設說他用幾天 假設說他用看一下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假設說他用十天的價格來到這裡齁 那左右對稱圖來講的話 順的話 他如果是不一轉的話 他也有可能用未來十天的價格去走到這裡齁 都有可能齁 阿所以說就 做好你的交易計畫齁 你該賺的要賺齁 阿底單有做到的 拼損點沒有打到齁 阿你就試著爆看看齁 阿堵他到那個天花板上去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零零五零 奧利家本來昨天建議的點是觀察這個嘛 就108這邊的價格齁 有來就吃看看 吃兩口出一口齁 阿那波幅大概是兩塊嘛 所以下一關就是113齁 阿但是他來到112就走走橫盤齁 這個比較可惜 理論上他應該是來搓這裡齁 阿然後整個在橫盤再往上 但是這樣子也是還可以啦齁 阿明天要觀察重點就是 這個111齁有沒有支撐變壓力 阿收有沒有收在111下面 那如果有收在這個下面 就很容易測這個底 109跟108 我要波幅大概是兩塊 那往上整個出去的話呢 就是這邊加兩塊 大概113是他短線 格局滿足的位置 那如果再往上呢 下一關可能就是要注意大概115齁 這邊幅度會 這邊來那麼快齁 阿這邊上 這邊下那麼快 阿這邊上也可能會上那麼快 所以很容易就來到115左右的價格 好我們看下一檔 原大高股型齁 好 阿你家 昨天建議吃蛋的位置大概2526齁 阿那時候說 聽說沒有來嘛 阿也沒有打到嘛 你就報看看齁 阿明天要觀察重點大概是這個價格 26.96齁 戳有沒有戳過去 戳過去有沒有收回來 收回來 你下次吃蛋的點位可能就要觀察這裡 26.57 或者是這裡 喔 就大概26 阿波幅也是大概7角左右的價格 阿目前看起來是 屬於打底齁 暫時止跌的階段 阿如果說整個有在 有在灌下來 往下測的話齁 那下一關可能就是 這邊 這邊的盤整區齁 26到多少 我看一下 26到27 我們抓1塊齁 1塊的停存蛋如果灌出來的話 他下一關可能就是25 往下就是25 阿網上目前在收在26嘛 阿26.7左右的價格 阿往上再加一塊的話 下一次就27.7 或是27.19齁 這個都是值得觀察跟注意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上次 不小心在這邊吃蛋 然後被套牢 整個套下來的那個套牢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聯電齁 阿里街一直耳聽 音音一直常說 大長大跌以後 不要急著吃 等他走橫盤 有一個低有一個高 他來回測這個前低跟著吃看看 停存就防守這個前低的大概2塊3塊 防守那個停存蛋沒有打到齁 那再打這個價格齁 就容易直接往上噴 37.50 我們看一下 再碰到37.50 往下又浪一檔 37.25 就整個灌上去 灌上去 灌上去以後咧 這個價格要佔上去 不能再收回來 最高點是多少 39.55 那他有收回來嗎 沒有 有戳一下 但是沒有收回來 所以明天的高點可期阿 那我們下一個滿足波 假設他盤人POOF這邊抓2塊的話 37到39 那明後天可能就觀察4E 4E 4E左右價格有沒有東西 有 這邊有一些弟兄不小心在4E上做多單的 有套勞的 在4E就會容易形成一個賣壓 但是沒關係 你底單如果是吃在這裡的 或是在這裡的齁 那你就給他抱著齁 4E這邊或許可以出 或是明天觀察 40 站上去有沒有再疊回來 如果站上去沒有再疊回來 你下沒有吃兩口了 40可以先出一張齁 然後留著一張抱 抱著堵他到哪裡 堵他到上面去 那通常這種橫盤的格局 會打個可能 一兩個禮拜 甚至於幾個月都有 阿所以 我們要心裡有預期的計畫 假設他沒有噴過去一直上去 然後在這邊一直橫盤 一直整理的話 那我們就是賺我們每天應該要賺的錢齁 回來3837就試看看 上去40 41就賣看看 一樣是下面留兩張 上面出一張 下面留兩張 下面出一張 我要做個他幾波以後 看他是向上表態 還是向下表態 賭他到天花板 還是再到地板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紅骸齁 紅骸今天就收得還蠻漂亮的 因為這個103齁 奧利吉昨天有說 上去以後不能再疊回來 疊回來就會測什麼 測101 100到105這邊的價格 或者測這個低點 都有可能 但是他這邊就走橫盤了嘛 那表示說這未來的格局 盤整波幅大概是3塊錢左右 就是103賣一口 假設100有吃到的就是 100101有吃到的就是 這邊吃兩口這邊出一口 一口賺他的3塊錢 賺他的未來的盤整波幅 那在這個明天如果說 開高走高有上去的話 另外一口要調節的重點 就大概106.5這邊的價格 因為他是做這一波 漲漲漲漲漲出去的等服測iyor 那如果在106這邊 他有漲過去沒有再疊回106 那整個往上攻 下一關我們就看109 就大概是3塊3塊的幅度一直上去 順的話 不順的話呢我們要預測 就是萬一他不順的話 這邊吃兩口這邊出一口 回來吃兩口出去吃一口 留一口賭長丹賭到哪裡 賭他到天花板 看可不可以到116還是120 134 這邊確實 每次的攀整個局 就大概這樣 大跌以後不要第一個吃 觀察他的低點有沒有 他整個橫盤的魚子 表示說他在100塊以下都確實有撐 之前的波幅 好的順的話都是大概100到106 這樣來回撤來回撤 撤到最後一次再撞那個支撐的時候 整個灌上去 就形成一個破底翻 但是上去呢這邊也不能收回來 或是這邊的次高 上次的起跌點 我們抓到這裡112 12上去不能收回來嘛 收回來就容易怎樣 撤他的前低 就撤這裡 就大概這裡 96 9699 以上就是紅孩 我們再做一個重點整理 就是波幅3塊 上去注意 明後天注意106跟103的價格 往下的話注意100跟9697的價格 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長城 長城這個格局說真的也還不錯 他在70有手 沒有說 沒有說這個70就整個給他灌回去 所以未來要操作長城呢 你就建議吃多單位只能觀察70 然後一樣跌破可能浪個1塊2塊就不要了 因為他很有可能去回撤這裡 但是目前看來是沒有 他只在70戳啊戳 沒有在破 那目前的格局就是70吃兩張 74出一張 賭一張到80 或到天花板 都可以 那就看你怎麼操作 波幅記得大概是 目前看來大概是4塊錢 網上等幅測距 如果74加4的話 明天的74不能 可以戳喔 不能收在74以下喔 要不然很容易就到70喔 這邊就建議不要追了啦 你等他到70看看 或許你在等的過程 他或許沒有到70就 或許他在經過70 一下子失手的話 就很容易來撤這裡喔 那格局又更大 啊啊 目前看來就是還不錯 有70有手 然後74 74不知道有沒有壓 就看明天了 目前看來是有收在74上面 這是一件好事情 那很有可能一開盤了 就直接去灌這邊了 直接晚上去撞這裡 就是抓 他4塊等不測去 就是這樣抓78 因為他本來是74到70嘛 那像這一次整個軋跨殺去都 就是 74到78左右的價格 好 你接著看下一檔 喔 台牙齁 之前也有分享過齁 跌下來以後 第一個低點不要接齁 你等他第二次來到低點 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跟著接 就算你掛現價單 吃在38齁 停順那兩塊三塊齁 應該有機會吃到這個值 價格 阿這邊吃兩口哪邊能夠 出一口約略是大概 這個高這個這裡 因為他他這邊這邊 上市是從這邊開始跌跌回 38嘛波幅大概是 一塊多啦齁啊你如果覺得 一塊多好不夠賺或是說 賺起來不爽快的話那你就 再觀察齁他應該還是 會有機會回撤38所以 記得下次來到38就記得打兩口 吃看看啊39 40就調節一口看看 3940也有到齁 啊 所以胎牙的格局呢 波幅大概就是兩塊錢齁 做三...一塊多啦 做39 39到40的業務行為 的資單的動作 下面吃兩張這邊出一張 留一張賭到哪裡 賭到這裡齁 賭到40 46以上或是賭他到天花板 都可以我們看一下他 賭他到80也可以 看是你要賭到天花板還是 賭到地板齁 好我們就看下一檔 台勝科齁 大的格局之前 影片有分析你們再去看齁 這裡也是一個明顯案例 大跌以後齁 該停損的停損 然後等他的高低出來 你再跟著吃看看 第一次的低點在這裡 第二次的高點在這裡 有沒有 假設你直接掛現在單吃158 159的話 那上去的話是167 168 那你吃159出168波幅大概7塊 這7塊就是你在盤整盤裡面應該賺的錢 那底單一樣留著 賭他到天花板創新高 你看 你今天掛這邊直接吃 這樣你聽奧利哥講那麼多 這樣吃的好處就是說 你是一吃就可能就開始賺錢 可以可能一下子就下課就走了 不像以前你可能突破買 買了就開始套 套到哪裡也不知道 心裡沒有個底 像奧利哥這樣做格局的操作建議的分析 你就會清晰的明瞭到說 哪裡我可以止損小賠 哪裡我可以小賺 像現在就是先做小賺 你該賺的格局的事情 波幅就大概7塊158吃167出 7塊到大概8到9塊 這應該都是可以賺的到的 重此這裡沒做到嘛 那這邊下你就跟著做 這邊跟著出 明天有回來你再吃 到這裡你再出 反正就是底單都是留兩口 然後小賺的部分出一口 留一口怎樣 等大賺 賺到哪裡去 賺到天花板去 賺到天花板 這都是有可能不排除的事情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光耀 光耀也是昨天建議的 這個底已經被打出來了 橫盤的格局也出來了 這就比較明顯 目前看來就是2526左右吃嘛 可能吃在26.326.3吃 吃通常就會往上 第一次沒吃到的你吃第二次 也可以出在這裡 大概28 盤整個格局的波幅大概是2塊錢 大概2塊錢的標的 這邊有一個比較不好的 那個就是 理論上這裡應該要至少要到這裡 就說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觀察明天在27.9上去以後 有沒有再回來 下面有吃單的還是一樣 今天就是說 2626的機會又來了 來了你就吃看看 一樣是吃兩口出一口 出在哪裡 可能要出27.9 或是 或是比較好的話 就是應該可以出在28 但是目前看來是27.9就有壓力 這一點就是比較不好 因為形成一個頭頭低的感覺 理論上去至少要到這裡 目前看來沒有 沒有的話就觀察 下面的弟兄也越來越多 東西也越來越多 所以你看左邊有人跟著吃 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四次的數據告訴我們 就是說在26這邊吃單 不會失敗 一樣 你吃的不是說就不要停損 停損可能浪到這裡 把25.45破了就不要了 等它破了再站回來 你再追看看 你如果要凹長單的話 就是 就是 27.85這邊調節看看 264看看 波幅大概一塊多 順利的話 就堵它到天花板 我們看一下它的天花板 喔 對 就大概這種感覺 這個底 跟這邊的底 還不錯 還蠻漂亮的 順的話 應該有機會 堵它去撞天花板 就算不撞天花板 也堵它到頸線 所以這個就 值得 值得關 關注 值得操作看看 啊 一樣喔 不是說這邊就是穩的 你就給它ALL IN 世界上沒有百分百穩的事情 就是 我們只能做我們資金的規劃 你就吃兩口 出一口看看 哇 一次賺個一兩塊 小賺賺個一兩塊 大賺順利的話 賺個二三十塊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新勝利 大的格局我們又先不看 我們先看小的格局 小的格局就是 上市跌下來 低點的位置是 三二點五 高點的位置是 三四 波幅也是 大概一塊多 這邊跌破了 又一個新的格局 那下次吃單的 位置的建議就是 三一點八 觀察看看 還有三一點一 盡量吃在三一點八 這個價格 這邊有吃 吃到兩口的 哪裡要打掉 就這裡 這裡直接打掉 答案告訴我們 三二點八五 你不知道打這裡 你就看 參考這邊的高點 大概三三點二這邊 我們三三點二應該都會到 就假設你 右邊還沒有東西出來 我們先看 參考左邊 左邊的次高 或相對高點的位置 在哪裡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吃到 這個盤整格局 大概兩塊 當中你要賺的錢 那一樣是下面吃兩張 三一點三吃兩張 三三點二出一張 那留一張幹嘛勒 賭他到天花板去 那格局大概就這樣 波幅 我們在複習一下 波幅大概是兩塊錢 那三一如果失手的話 往下撿兩塊就是觀察二九 這邊如果失手就觀察二九 這邊如果往上有共的話就加個兩塊 下一關可能就是三五 三四點五這邊的價格 都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檔 綠電 綠電格局有破了 但是又有回來 所以建議 建議下次要吃大一點就觀察這裡 五二它拉回有五二點五 你就跟著吃看看 那這邊吃兩張 那這邊吃高點 大概五六出一張 波幅大概是四塊錢 你當中就賺四塊 小賺賺四塊 那如果說這個五一再失手 就往下撿四塊 你就可能要觀察它四七那邊 有沒有指跌的跡象 像類似這樣走橫盤 那有你再跟著吃看看 不要說橫盤都沒有 這樣跌下來都沒有橫盤 你就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 那也不知道接到哪裡去 那最好讓它有 整個橫盤的格局 我們再接看看 至少喔 縱使你在這邊套牢 假設你套這六十塊的 至少你可以賺一個六十塊到多少 你抓這邊六十塊錢的次高 順便做一個 格局的那個經驗分享 我們在六十塊以前看到次高是七十二 縱使你在六十塊就開始做這檔標的 你是凹長單的 你也沒有設停除的 你在六二這邊 六二六三這邊 好 六二到七二 這時候你就會先看到它的波幅 六二到七二大概十塊錢 好你在這邊吃 或是在這邊 六二站上來跟著吃看看 你直接出 出一口再七二 它有拉回接近六六三再吃 你七二再出一次 就是你這邊至少可以賺兩波 大概十塊錢的那個業務行為 那這兩波十塊錢賺下來 你的成本就自然而然 減到了大概四十塊左右 假設你是做一張的話 你都做一張 賺四十了 表示說你在四十以前接的單子 你都是還是有利潤的 縱使你那一張不小心 你已經賺了二十塊起來 你在吃六三 那你現在成本四十三 也沒套到 雖然股價 你吃它的價格是在六三沒有錯 但是你實際 扣掉你之前獲利的 你還是可以吃在 你現在還是沒有虧錢 甚至它在六三以上 站起來的話 又做另外一個破底飯的格局 又灌上去 你又可以順利在七十左右的價格 做出單的動作 那所以格局真的很重要 每次喔 一個盤整格局出來 你試著想辦法 吃在這個格局的下緣喔 都會有不錯 不錯的那個啦 不錯的投資報酬 也有不錯的那個 那個小賺跟大賺的機會 那所以格局真的很重要 真的是不要 刀子落下來的時候 不要一直想著 要在哪裡接喔 你就先觀察它上次疊不下去的位置 跟著吃看看 都至少吃下去就 或許 吃下去有很大 一吃就開始賺 賺多賺少 你自己去 去抓 過這錢高不能再疊回來 你可能就可以 比較中長期的防守這個 這裡一樣 過不能再回 但是這個沒過 但是它有去撞這個底 這錢高沒辦法觀察 我們就撞前低的那個底部 這套牢區 就是說在這邊 因為很多弟兄套在60上面 所以它一撞齁 價格齁 一不小心來到60 就會 這邊有解他齁 就會想想要把 趕快把它丟出來 果不起來 你看它一丟 又形成另外一個 多殺多的麥芽出來 所以我們看下一把 好啦 今天的 標定齁 大概就分析到這邊 最後 跟大家提醒一下 實際的交易策略就是 奧利比跟你講的那些齁 市場給你的價格哪裡跌不下去 哪裡漲不下去 那個就是主力的價格 你跟著市場跌不下去的價格齁 跟著買跟著賣齁 你就是跟著市場的價格在操作 那就表示什麼 你是跟著主力在操作 對啊 因為我們是韭菜嘛 我們不是主力嘛 所以 一直提醒大家很多次 不要以你自己的成本為成本 你不小心套了 沒關係 你就賣一半留一半齁 把一些部分的資金拿出來 那賣要賣在哪個點齁 賣在壓力區 或是賣在自身區齁 你就自己去判斷 看那麼多呢 主要就是 讓你們看那個格局跟圖 的那個 那個交易 交易模式跟行為齁 你才不會說 很多 我看很多 很多朋友說 每次在這邊幹 我一停損 一停損就噴上去 一停損就噴上去 然後看到噴上去呢 我一追一買一買就沒賺錢 就整個整個凹下來 那是因為怎樣 因為你的方法不對嘛 啊 啊其實做到最後 我們就看是 在在提醒大家 你就是看六十分K的下雨 你跟著吃看看 六十分K的上雨 你跟著賣看看 下面吃二 上面出一齁 都還有機會去去賺錢 重點在這邊追高的 你知道停損控制的好 這邊 欸 做空的上班了 二九五 對啊 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這邊 你在這邊一七五拆底的 你在這邊二九五 你應該就可以直接先 調節一口掉了嘛 對啊 所以交易其實喔 說複雜 不複雜 啊說簡單 其實也 也不簡單啦 啊 啊 只是 讓大家去了解說 如何把格局看出來 看出來 你會 你看懂了以後 你就把簡單的事情 重複的去做 因為 交易真的是一門藝術啦 啊 你看久了 把你的交易計畫做出來 然後去做好你的交易 啊 執行你的交易計畫 我想應該都會有 不錯的投資報酬率啦 那以上喔 簡單分享 感謝各位的觀看 啊 之前的影片呢 也很重要 建議你們 從頭到尾都看完 啊 你一次看不懂 你真的給大家點群網播放 看個一百次 看到你懂為止 你就知道 你是怎樣被收割的韭菜 看完 或許就變成你在收割 你在割韭菜的 而不是被收割韭菜的人 好 歡迎你們在影片底下留言喔 如果 你有想了解的標的物喔 可以為你免分的建議以及分享 保證完全不負責任喔 賺多賺少自行負責 贏虧自負啦 啊 祝福大家呢 看完影片喔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啊 有訂閱 有分享的觀眾喔 我祝福你的標的物每天都漲停板 看完沒有訂閱的觀眾喔 也祝福你 你買的標的物每天都漲不停 好啦 謝謝各位